明教只准教主才有资格练就乾坤大罗仪 换句话说 你练会的乾坤大罗仪就是当然的教主 光明着实者见过教主 参见教 明教虎落平阳被选7 刚刚击退六大门派 就遭到了众多小门小派的袭击 杨潇等明教中人多数有伤在身 再加上对方人多势众 明教弟子被打得节节败退 你们不能束手就擒 不能任由他们起到我们明教头上 我们给他们拼了 他们一的 张无忌得知明教的困难处境 找到了杨潇和阴天正 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要杨潇带着明教弟子 撤退到明教密道之中 张少侠辞法极命 就怎么办 小赵 你扶张大侠到密道去 我们随后就来 别以为 我听不出你们的口气 你们绝不会来的 明教历代教主曾立下言规 光明顶密道除了教主之外 未得教主允许不得善宠 因此杨潇等人不能进入密道 难道就没有变通的方法吗 有变通 有变通之法 阴天正等的就是张无忌这句话 他说出张无忌身怀绝世神功 又拯救明教于危难 不如就拥立张无忌为明教教主 教主有令让大家进入密道 这就明正言顺不为教规 阴天正此言一出 立刻获得了明教教重的肯定 吴散人和杨潇更是全力支持 反而是张无忌自认年轻实浅 不敢当此重任 小赵见张无忌左右为难 提醒他拿出杨顶天留下的遗书 遗书中说明 由金毛师王谢逊 暂时担任明教的副教主 杨潇见到遗书的内容 询问张无忌是否学会了乾坤大挪移 名教众教徒纷纷单膝跪下 认同张无忌为明教教主 张无忌还想出言推辞 门外却传来了打杀声 无奈之下 张无忌只好临危受命 答应了接任明教教主 命令杨潇带领明教弟子 有次序地撤入明教密道 随后在张无忌的引路下 杨潇等人见到了杨顶天的遗憾 证明了张无忌所言非虚 张无忌告诉我一笑 他掉入吴鸣鼓反而因祸得福 练成了九阳神功 因此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不仅如此 张无忌还查看了唯一笑的伤势 发现他果然如传闻中的那样 修炼寒冰连掌走火入魔 遭到寒毒反噬痛不欲生 九阳神功可以驱除悬明神掌的寒毒 想来这寒冰连掌的反噬 对九阳神功来说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在张无忌的帮助下 唯一笑果然恢复了过来 感谢教主 你九阳神功为属下解除了数十年的故技 请请 你的无意让我得到机缘 我这是回馈于你 唯夫 从今以后你就不被吸人血抗寒毒了 不用了 不用了 小赵端着茶水走了进来 让张无忌想起了他的承诺 他向杨潇提出了请求 希望能够解开小赵的脚链 杨不悔文言却表示 要是在他的闺房的抽屉里 需要返回房间去拿钥匙 谁知杨不悔回到房间 却发现房间内的家具财物 已经被小门小派的弟子洗劫一空 钥匙也就无法找回 小赵 我看这是天意 这链子恐怕要锁你一辈子了 你们是明教的人 连环庄的武猎闯了进来 对着杨不悔发起了猛攻 杨不悔不是武猎的对手 在他的刀下显向还生 幸好小赵不计前前 上前抱住了武猎 杨不悔这才掏出匕首 配合小赵反杀了武猎 经此一事 杨不悔对小赵颇为感激 主动向小赵道歉 和小赵重归于好 成为了好姐妹 张无忌得知要是丢失 再次运起内力 试图将铁链拉断 却依旧是无功而返 我以九阳神功 加上秦昏大多义的内戒 确实拉不断这铁链 杨作诗 这铁链是什么才去做的 这个铁链 是我们上代教主 无意中得到的一块陨石 曾命 锐经骑的强将 施助兵刃不成 退球其次 铸成此链 得知铁链是由天外云铁所驻 张无忌也无可奈何 只能另想弹法打开 话分两头 金花婆婆得知谢迅的下落后 带着英离沿海搜索 还真让她找到了冰火岛 如果你碰到金毛狮王的话 无法借着